美国联储局终于再加息,今年全年加息四次,共加了一离息,年同过去的五次加息,现在联储局共加息九次,加2.25离息,这次加息,算是预期中,不过,更多投资者预期明年不加息,但是联储局在加息后发表报告,却说预期明年还会加息两次。 所以,联储局议息会议一结束,美国导致急跌,投资者担心的不是这一次加息,而是明年再加息,幸好,今年九月,联储局预期明年加息三次,现在改为两次,这说明如果美国经济改变加息的决定,更可能在2019年下半年或22减息。 美国加息,香港主要银行汇丰0005,已经宣布其最优惠利率不加。 前几天,中银香港更是宣布减息以吸引物业案揭生意,还有,由信和置业0083主导的海汇售流成绩很好。 再说明香港人买楼暂时不受加息因素影响。 值得留意的是一些被称为息口敏感股,即收息股的股价在12月20日。 美国加息后并没有下跌,中电0002,中华煤气0003更是逆市微升,地产股的确有下跌,但只是跟随大市下跌。 更何况地产股在11月开始后,已经累积一定升幅,有人只想短炒,套利收割也很正常。 美国联储局加息有利于中美贸易战的谈判。 特朗普搞贸易战,最终目的是22年总统竞选连任,贸易战谈判破裂。 美国向所有中国产品征收关税25%的结果是美国通胀。 通胀必带来再加息,这对特朗普的选情不利。 因此,不妨乐观一点,传统上,收息股面对加息,股价会受压,理由是银行定息存款利率会上升,吸引人们存定息而不是买收息股。 因此,近一年来利率上涨而收息股亦使做好的确不是常态。 而是中美贸易战所产生的怪现象。 在中美贸易战的阴影之下,收息股成为避险股,理由是这些股收入稳定了,不受贸易战影响。 也就是说,是贸易战阴影下的幸运移。 因此,如果中美贸易战有缓和的结果,收息股的避险价值会降低,投资者就会以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与收息股的股息比较。 此外,收息股本连在众多投资者争着避险时,股价也会炒高,股价也会炒高,股价炒高意味着股息率下降。 当股息率降至某个程度,股价也会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。 不少人会趁高价沽售套利,赞取股价而不再打算收息,造成收息股本身的炒作。